早上好各位 2022年7月18日 这里是西藏阿里地区的施泉河镇 一个不小心就休息了半两月 顺便等等快递 今天咱们就正式出发了 这个地方是施泉河的体育场 旁边很多自驾游的 这里有很大的停车场 去年就在这里待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 今年待了两个星期 咱们今年剩下的这几个月 基本上就要在新疆度过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从施泉河镇重走新藏县 前往新疆去 这段路程大概是1000多公里 还是跟去年一样 走上将近一个星期左右 抵达新疆 施泉河镇是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 隶属于阿里地区嘎尔县 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西藏西部 最繁华的所在 1999年建镇 下辖1042平方公里 拥有常住人口 两万四千多人 士泉河的周边全都是荒潭戈壁 看上去非常荒凉 但是这座城市的城市面貌 却是相当的美观 寸草不生的荒山包围之中 条条大道纵横交错 街上的房屋虽然都不高 但是也错落有致 排列整齐 城市中央一条如哈达一般的河流 缓缓而过 将城市一分两半 西边便是嘎尔县城 东边则为施泉河镇 而这河便是森阁藏部 翻译成汉语 就是施泉河的意思 施泉河镇是阿里南县和阿里北县的相交点 也是新藏县的起点 海拔大约4270米 对于西藏来说不算很高 再加上这座城市 硬件设施完备 物资齐全 所以到了阿里的旅游者 一般都会在施泉河修整一段时间 好了各位 咱们接着出发了 今天就从施泉河镇出发 行驶100多公里之后 咱们抵达班公湖之后就露营 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 离开施泉河之后 我们就步入了219国道 接着前往阿里地区日土县 过了日土县城之后 就是班公湖 大约145公里的路程 全段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 而且还会翻越一处 5000米海拔的打板 去年咱们大概是9月份 从新疆的夜城开车到的施泉河 那一次是返川 时隔将近一年 我感觉施泉河附近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 5191米 拉梅拉打板 海拔高度5191米 这是我们今年走新藏线 遇到的第一个高海拔打板 此处是嘎尔县和日土县的交界点 下了打板之后 就抵达日土境内 拉梅拉打板所在的路段 是东土路基 曾经也是公路病害频发 路面沉降 路基溶沉等 非常常见 但是在路正人员的努力下 如今也是一片坍突 秦藏线上的天气非常多变 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 车窗外 朦胧细雨 但是很快又成了晴空万里 在老旅友的圈子里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做无阿里 不西藏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来过阿里地区 就相当于没有来过西藏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 阿里地区是西藏高原美景 最极致的代表 蓝天如洗 白云无暇 草地 河流 高山荒漠 每一秒都没成电脑壁纸 OK 行驶95公里 到了一个检查站 这会儿需要去登记 旁边的环境就是这样的 蓝天 白云 草地 小河 太美了 登记完之后 我们继续前进 中午12点左右 抵达日土县城 咱们现在抵达的呢 就是西藏最西北部的一个县城 日土县了 过了日土县境 就到了新疆了 去年我在这个县城待了三天啊 今年再来一看 真的是感慨万千 西藏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城市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这个县城比去年的城市面貌 改善了不是一星半点 我去年9月份来的时候啊 到现在不到一年 那个时候这个县城还到处在修路 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你看现在 非常干净整洁 因为去年呢 咱是在这个县城待了三天啊 所以今年咱就不在这个县城停留了 买点东西 直接赶到办公湖去露营 哇 这个城市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商场应该就是新建的 去年就没有 来吧 逛一下 对了 就是这个 天哪 那山上的雪还没化呢 看到没 半个山都是积雪 走心脏线就是天冷啊 买了几瓶白酒 当然不是我自己喝啊 我不会喝酒 过两天大家就知道我买白酒是干嘛的了 走了 咱们给车子加点油 然后直奔办公湖 今天就在办公湖露营 再往前走加油就困难了 几百公里一个加油站 所以走心脏线啊 看到加油站就立马加油 没错的 九二的油十块一毛九呀 也没降多少 出了日土县城 紧接着又是一个检查站 因为是边境地带 所以防控比较严格 这一路上 边防证 身份证 驾驶证 行驶证 以及健康码 少一样都寸步难行 十几公里之后 路边出现了一大片湖水 大名鼎鼎的搬公湖到了 好了 出了县城十几公里啊 搬公湖边有一个观景台 这里有停车场 有厕所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 好多的海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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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航拍一下 搬公湖 4300米的海拔啊 简单的做起西红柿鸡蛋面 容易熟 前两天我那队友耿老七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不一样 所以他一个星期之前就走了 可能今年还会在新疆遇见 如果他在的话 就不用咱自己做饭了 人家以前是厨师 做饭老乡了 自从他走了之后 我感觉自己做的饭跟猪食一样 嘴都吃掉了 赶饭啦 吃完饭出去转转 这会儿外面的太阳开始烈了啊 搬公湖是我们今年 新藏线上停留的第一站 湖水有名搬公错 或错木浪人波 意思是长脖子天鹅 这片湖水是一片国际性的湖泊 为中国和印度共有 搬公湖是高原内陆湖 东边为淡水 西边为咸水 我国境内的主要为淡水 这片湖面的海拔 为4242米 湖域覆盖604平方公里 中国境内的有413平方公里 剩下的191平方公里 归属印度 搬公湖的自然风光 也是非常漂亮 周边都是雄壮的高原山林 湖水湛蓝清澈 平静无波 尤其是我国所属的搬公湖东部 水草丰美 鱼类丰富 各种水鸟也是种类蛮多 这是一片难得的高原热土 我是冬瓜 正在一站一车前往新疆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